这是个犯下大不错的女子 她用自己的生命诅咒这不平的石头 然后上吊字意 保佑国家的神术因她的怨念被燃烧殆尽 她来到地府接受阎王婆婆的审判 阎王告诉她神术被毁后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被邻国入侵 十万百姓在战争中死去 这罪孽必须由她偿还 于是在人间开设了一家解忧路边摊 让她帮助心中留有遗憾的人排忧警案 并派了阴间使者监督她 五百年来月珠成了不老不死的鬼怪 十万人的指标如今只剩十个 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人们开始喜欢点外卖不爱来路边摊 即使来了也不愿向陌生人吐露心声 不知道他们的心事自然无法帮他们解开心结 最后的十个名额竟让月珠卡了半年之久 阎王感到十分不满 命令她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指标 否则就要坠入无间地狱 这天月珠来到一家超市购物 看到一名顾客将服务员推倒在地 他一把掐住男人的脖子拎在半空 接着将他摔在地上 原来男人刚刚在市吃五花肉 吃完要求服务员再多烤点 理由是自己还没吃够 接着抢过家子边吃边烤 俨然把这里当成了自主 小兰想要制止却被男人推倒在地 还说他不仅动作骂还没眼力进 怪不得只能在这里给别人烤肉 正在购物的月珠忍不了了 把男人狠狠教育了一番 等到月珠走后男人爬起来继续闹 还把店长喊了过来 店长不管青红皂白就让小兰跪下道歉 同时想要替小兰解释 却被店长一顿臭骂 小兰委屈地转身离开 她心不在焉地走在大街上 这时一辆货车朝她驶来 危急时刻德华挡在了她的面前 看着闷闷不乐的小兰 德华提议去路边摊吃烤肉 没想到老板娘正是见义勇为的月珠 月珠看出小兰有心事 于是劝她一罪解千仇 小兰却说借酒消愁愁更愁 就在月珠思考怎样让她敞开心扉时 德华拿着擦伤药走了进来 小兰不小心触碰到她的手 就像着了魔瞬间有了倾诉的欲望 她把心里的苦恼全都说了出来 原来小兰是超市的一名临时工 为了能通过试用期一直兢兢业业 可店长却以转正为要挟 时不时对她伸出闲珠手 迫于生活的压力 小兰只能选择忍气吞声 不断地忍让让她逐渐失控 所以今天才有了想要轻声的念头 听到这里月珠怒了 她将德华之走给小兰到了杯月灵酒 喝下酒的小兰瞬间就睡着了 梦里店长再次伸出了咸猪手 然而这一次并不是小兰而是月珠 她抓起店长的手狠狠地摁在烤盘上 疼得店长哇哇大叫 她害怕急了一路逃跑 可不管她逃到哪 月珠都会瞬移出现在她面前 另一边德华不小心碰了一下小兰 居然也跟着进入了梦境 月珠十分惊讶 身为凡人的德华为何能够进入梦境 这时大叔出现 只见他小手一挥 原来德华的天灵盖没有合上 这种特殊体制可谓是千年难遇 这也使得小兰一碰到她便想吐露心声 月珠在梦里鼓励小兰要勇敢 第二天一早小兰就去揭发了店长 闹事的顾客也来向小兰道歉 原来大叔昨晚去教训了她 至此小兰的烦恼被顺利解决 月珠也完成了一个指标 然而距离阎王规定的期限越来越近 月珠便想到了德华的超能力 如果有了她帮忙 那让人吐露心声就容易多了